我认为如果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话 是要有最大的热忱跟全心全意的奉献参与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那么我最喜欢的就是教育工作 已经48年了 从1960到2008 可是呢现在是2011年 我还没有停止 退而不休 所以在我全职工作的时候 我也是全心全意的参加这个社区建设的工作 主要的是through education 有关教育方面怎么样参与这个学区的工作 所以我主办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家长的培训 就是说有这个家长们又聚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就举行这个小的这个座谈会 家长有些什么在教育方面的问题 就问我问我们这个主办的这些人 所以从1979年开始 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经过不同的组织 像家长教师协会 举办的这个家长座谈会 我们都有很深入的这个 这个 这个dialog dialog就是对话 我自己很清楚的记得就是我们救了好两个小朋友的这个生命 就是这个小朋友在家里面看起来非常的好 可是呢 不是在家里 在学校里看起来非常的好 是什么乐队的指挥啦 或者表现非常好的 可是居然在家里面曾经好几次的自杀 因为这种环境 就是这个家长座谈这个环境 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家长的痛苦 知道这种家长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介绍到不同的这个有关的这个专业机构去 让他们接受特别的治疗或者特别的辅导 这样子我们救了好这个两个小朋友 要自杀的朋友 那么其他浪子回头的故事更是更是不胜枚举了 所以我们这个volunteer work 是真是几乎是实时随时的工作 那么譬如说那个 这个国际统计会啊 就是international Kiwanis club 他们所举办的活动有太多了 譬如说我们募捐 捐了钱以后呢 就去选购这个图书 然后送到图书馆里头 让这个幼儿们有机会 能够带的小书包 就是我们买的小书包 然后去念书 让他们培养这个读书的兴趣 还有这个残障青年的运动会 虽然他是残障了 可是残而不障 能够参加运动会 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还有我们讲的说这个城乡的活动 城乡的活动 就是说一个周末 好几天把这个孩子们 从各个学校里面聚集起来 坐上两个巴士 然后到这个远远的地方去参观这些 所有这种农村的活动 这个是很花时间的 还有我们所举办的很多很多的 这个volunteer work 说起来是很笼统啊 可是实在是很实际的 因为这些工作 不是说就可以凭空而升起的 从募款到这个组织 到把孩子们都收集成了 然后再安排这个tours等等 这些都是花很多的时间 那么我想一般的人都真的是很忙啊 我们的家长们啊 因为工作的缘故 常常很晚都才回来 就忽略了这个孩子们的这个成长跟富裕 我常常觉得家长们如果是再忙再忙 也要在每天跟孩子有一个真正的 有质量的一个沟通 我曾经讲过这个爱的语言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谈谈这个爱的语言 就是你怎么样把你对孩子的深深的关爱 用他能够了解的这种不同的语言 这个五种语言来能够沟通 让他感觉到我的父母很爱我 所以呢 就这五种语言里面 就是说这个words of affirmation 就是忠心的赞赏他 还有呢是为他服务 就是service 还有一个quality time 跟他有优质时间 还有送他一些礼物 或者是这个physical touch 拥抱他 我想我们的家长 不知道孩子说什么爱的语言啊 让很多的这个孩子们 从小到高中 他没有感觉 没有深深体会到 父母对他真正的关心 因而我到高中的时候 看到太多的孩子 就是离家出走 跟我抱怨 很生气的时候 我恨我的父母 或者是我父母不爱我 甚至于参加帮派吸毒什么 或者是跟男女朋友乱七八糟的 这个乱性的问题 都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感觉到父母的爱 所以你说我这个volunteer work 我这个时间到底到哪儿去了呢 就是常常帮助这些 这个彷徨的孩子们 打电话来 或者是家长打电话来 那我们就要积极地去帮助他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家长 有他们的这个挑战 那么有机会 有缘分 他们找到了我 或者找到了我所认识的朋友 那么我们都要尽最大的努力 来帮助这个家庭 帮助这个父母 或者这个孩子 所以这个 这种事情啊 我们做 我做的很多很多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你哪里来那么多时间 睡觉的时间牺牲了事到不说 那我管教孩子的时间 也牺牲了不少 可是呢 我认为 我跟孩子 我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我跟他们讲说 妈妈爱你们 是你们知道的 是quality 重于这个quantity 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 绝对绝对是最好的时间 所以他们从小到大长大 知道我很爱他们 而且他们青年青少年时期 从来没有出问题 人家说青少年 会出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孩子 从来没有出问题呢 就是因为他从小小的时候 我就已经给他灌输了 很多很多的这个爱 让他知道 我不需要到外面去找爱 我在家里就有爱 所以我们这个义工啊 义工就是要以全新的爱 来帮助这些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是不分年龄的 甚至于老人 我们也一样的帮助 所以石美问我 说你怎么样 volunteer你的时间 这就是我花我时间的地方 几乎到现在 我还是继续的努力 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 这个家长教师协会 曾经举办的这个 这个青少年钢琴比赛 已经举办了27届了 那么因为某种种原因 不能够再继续 结果呢就有 就有另外一个专家们 他是愿意接班 接班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给这个青少年 有志于钢琴音乐的小朋友 有一个表现的管道 让他们在练习的时候 能够觉得 我还有个机会可以表演 我还有个机会可以得奖 让他们有个动力 所以我也是花时间 来协助这个组织 同时呢 还有这个广播的事情 就是有广播电台 如果让我去演讲 我是义不容辞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人家很看重 很看重某件事情 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如果我能够贡献一点点的话 我一定要贡献一点点 让有些人能够听到 这个不同的经验 就从不同的经验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 听别人讲话 或听广播 或者听什么 这样子我可以学到 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华人在美国 最不能忘记的 就是终身学习 就是不停地学 因为你学了以后 你自己才会变成 更好的华人 华裔美人 你学了以后 你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那么现在 有朋友问我 你在忙些什么 你一定很多时间 其实我时间都没有 除了这些义工之外 我还在写 这个儿童读物 这个儿童读物呢 是有关于环保 自然跟动物的 儿童读物 是英文和中文的 是完全创作的 不是剽窃的 就是用英文写出来 这某个动物 跟自然环境的关系 有押韵的 是英文跟中文的 我已经写好了九本 也请了年轻的画家 帮我画插图 我就希望 希望有兴趣的 这个出版商啊 能够有朝一日 帮我出版 这样呢 对这个 想要学习 中文和想要学习 英文的朋友们 年轻朋友们 三岁到八岁 能够得到一些 学习的机会 这样呢 可以推广 世界和平 因为你会了 这种语言以后 你就 你的眼光就会 更广阔 那你就可以 跟更多的人 接触 所以一个小小的 小朋友 在最佳的 学习语言的时候 就是出生到五六岁 那么我把时间 变成三岁到八岁 他们能够学好 英文跟中文 那是多么好的事情 所以我做这个事情 是乐此不疲 我退休了 的时间里面 大部分的时间 都做在这一方面的事情 所以除了一般的 这个 一般的这个 volunteer work 接电话 这些事情之外 这个接电话 不是聊天的电话 是助人的电话 因为我的热忱 我的这个 这个 对于这个 小朋友 年轻人的这种 这种热爱 是越来越甚的 想想看 四至八年了 所以呢 要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